我們今天的這個 session 其實也是蠻這個叫跨領域 既然我們主要是在講多重的風險 所以我想說我們是不是先容許我們 讓我們的語壇人 就我們的多重風險的幾個議題 看他們的見解 特別是Sophie Hedding 剛剛的準備時間還蠻長的 我們是不是說讓她 她剛剛也提到我們台灣的一些風險 我們是不是說台灣面對這一些風險 我們未來應該要怎麼樣去因應的一些 solution 解放這塊 有那個轉譯嗎 有 是啊 那我們是不是先聽聽看Sophie她的這個看法 好不好 Sophie please 那其實都是還蠻高層次的 那先前剛才也有間短提到的 像是能源的危機還有一些風險的認知 能源的安全永續和可負擔性的一些取捨等等 那再看到說環境的部分 不只是能源的部分 也有看到糧食的安全 可能也會是一些問題 我們可能要必須有相關的目標 剛才也說到就是一些減緩調適上面 我們都需要一定有些取捨 也會有很顯著的一些挑戰在其中 第二個想要強調的一個挑戰是 即使沒有取捨 我們要比較小心 不要去創造新的一些脆弱性 然後去忽略到彼此之間的一些相關關聯性 可能是會創造出一些新的一些危機出現 那對我來說一個活生的例子就是 環境上面就是轉型方面 就要避免說社會的一些風險 在這樣子的轉型當中出現 在綠色轉型裡面 在有再生能源上面 我們必須要 奠基在一些非再生的一些資源 所以我們必須要非常的小心 轉型到綠色經濟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注意 會不會有創造出新的風險和脆弱性 然後要怎麼樣去解決這些挑戰 那我必須要比較系統性的一個思考 去思考風險之間的一些相互關聯性 然後它長期的影響 特別是在低投資低成長的一個方面上面 我們必須要考慮多重的一些風險 特別是投資在人力資本和基礎建設上面 就可以是 例如說像是紅樹林的系統的一些投資 那目前它也是自然為本的一些解方 來解決糧食的問題 也能夠對應我們的極端氣候的一些問題 也可能可以讓發展這種國家能夠去有辦法去使用 那我們也可以重點就是想辦法去比較考慮到風險的多重性 而不是單面的一個思考 然後我們現在是不是就把時間 我們還是要留一點時間 我們在座的我們與會的貴賓 不知道有沒有針對我們今天的這個Panel所講的一些議題 有沒有什麼要跟我們交換的 請 請 請容許用中午發問 我想請教一下Sophie Heddy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說在目前那個能源消耗的部分 主要是還是以建築物跟高耗能的產業為主 如果說這個建築物 不管是一般家庭環子跟工產的那個建築物的部分 如果可以節省這個三四趴的能源的話 大概可以減輕多少的一些所有的一個 risk的issue 謝謝 那我想要說的是 確實是一個很 確實是一個很 目前來說 如果我們看一下就是科技科學的數據來說 大概就是會在未來十年內超過1.5度C 然後會突破這個轉捻點 那我們也很有可能會超過這樣子的一個轉捻點和 那就像你剛才所說的 如果能夠去減少的這個解方的話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解方 也同時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挑戰 那去解決這樣子的一個長期的一個風險 但我們需要更多的時間 但很可惜的是 目前來說 我們能夠採取時間 行動的時間來遏止這樣子的一個軌跡 其實是非常短的 好 那 我不知道我們 那個 簡博 簡教授你有什麼回應的 好 那我們就 那這個 我們這一位朋友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就看其他 還有沒有 有問題要跟我們 交換意見 或者是那個 我們 博士您剛剛有提到說 您其實 剛剛時間還不太夠 還想要補充一些資料是不是 跟我們在這個時間談一下 我只是根據 那就是說當初提供的那討論提綱 那我大概規劃一下 我想要談的部分 那首先的話 就是說那提綱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在未來的話 我們應該要擬定哪些一個前瞻性的一個 那就是說投資規劃 那就是說其中的話 我會非常認同 陳教授剛剛所說的 台灣現在面臨到非常嚴重的一個 人口老化的問題 少子化 老人化 那整個人體 人力市場的結構的話 會出現嚴重的一個轉變 過去我們在談人口紅利的時候 往往都是在講 就是說 那如何那廉價的勞動力 來降低生產成本 但是在未來的人口紅利的話 我們該著重的就是說 什麼的地方才可以找到 比較龐大的一個消費市場 否則你生產再多東西 你找不到消費市場的話 你東西還是賣不出去 所以說當前台灣 最需要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 就是說如何來加強我們的一個 那就是說人口政策 然後就是說包括了 那就是說生育的一些補助 那就是學齡前的一個教養 那以及之後 那就是說整個那就學習教育 其實對某種程度上來講的話 當國家舉債借錢 投資在一個年輕人身上20年 這個年輕人成長長大之後 可以為整個經濟社會貢獻 超過40年以上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投資 但也是我們現階段 我們必須要迫不容 必須要立即那就是說正式的一個問題 謝謝 謝謝羅博士 我是覺得台灣最大的一個特色 從我們自己的經驗來看 應該就是個民主 那民主其實應該某個程度上 相信社區 相信各式各樣的微型的企業 或者微型的組織都可以發揮 一定樣的能力跟行動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他們想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需要新的一個治理的模式 新的一個風險評估的框架 新的一些合作協商的一種可能性 來讓這件事情可以促成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在過去 我們比較是在推動 所謂的綠能 以生產方向為主 然後大量的來執行 這件事情的過程裡面 比較沒有想像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在過去 我們在執行 所謂的綠能生產裡面 包括所謂的農電中生 或者是漁電工程的過程裡面 其實忽略了一個重要 是都市的角色 那都市的能源生產的這個概念 我覺得應該被放進來想像 也就是說都市其實在我們過去 人類文明發展過程裡面 曾經一度上是所謂的進步的力量 那這個進步的力量如何更進一步 能夠落實能源轉型中的 能源生產的這一個角色 那我覺得應該也是可以 大家一起提供來思考 不是說要完全取代 也不是說要一定程度上的獨立自主 但是如何能夠負擔更多的可能性 讓這個所謂的城鄉的更多的想像 可以更多發現 謝謝 好 謝謝 這確實是非常的多元 我覺得台灣其實應該是說 我們可以驕傲的地方就是 其實台灣是一個應該是說 非常的那個叫做什麼 應變能力非常強的 我們有更多的多元的領域 然後多元的聲音 然後大家有更大的包容 然後我想這一塊應該是可以把 讓我們的可以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就包括我們的人口政策 其實這個我們目前都是在 希望在趕快執行 各部會怎麼樣來提供 來 周教授 OK 那我想要知道的是 下一步 世界紀錄論壇的調查的下一步是什麼 我們可以去想想看說怎麼樣去 讓我們的政府去看怎麼樣的動態 看看說這個下一步 給全球的政府去看來解決這個疫情 或者是氣候變遷的一些問題的下一步 這是或許我覺得可以提供的一個建議 Sophia, please Yea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Issue 麻煩陳教授要再幫我們重述一次題目 因為剛剛連線的關係 Sophia沒有聽到剛剛這一題 可以的 OK 我簡單地講其實是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ight? Yeah Sophie, Professor Joe I also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about the climate change And this is a very urgent issue And how to propose mor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our next step, world economic governance Yeah, governance about the climate change And climate issue, yeah The extreme temperature issue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apologies 謝謝,不好意思 就是技術的問題 So it's a very simple way of looking at it 非常簡單的一個方式就是 那當然就是整個政府 他們都要是我們集體的一些問題 那一般傳統上來講 我們都會去看這些 集體協作的一些工方式 那特別是在各國的政府 地方的政府 還有就是公司部門的一些合作等等 那我想要說的是 這其實是我們最低的一個標準 也就是希望一個集體的行動的最低標準 那重點就是要所有人都一起來集體來行動 所以國家的政府還有就是私的部門 然後大家一起來合作 那因此我想說的是很重要的是 你想到的時候 不管是我自己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些團隊 那當然都是可能都是有點比較 比較有一點低迷的態度 但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想到說 氣候變遷的一些 氣候行動的一些治理上面 我們都有在公部門 然後各個政府之間的公合作 那同時我們個人的行動 也非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是要讓所有人 都一起在集體的一些行動來貢獻 那當然這是一個非常的高的一個層次 但是我雖然覺得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障礙 那可能都是大家會遺失的一個環節跟要素 謝謝Sophie來參與我們這個場次的演講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需要結束 那我們只有這個QA座談時間就到這裡 那就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謝謝